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飞行员急得不得了 着车就起步 其实在阿拉斯加好多时候都是这样 接一活 然后送一个客人 然后就走 然后这一趟的飞行 对于这架飞行来 这架飞行的比较快 大概20分钟 然后收多少钱呢 500美金 然后送这个老爷爷回家 同时呢 现在给当地村里人问他们 你们要带什么外卖吧 人家人说带点披萨 现在飞行高度4100尺 比我们的目的地还有52海里 目前是坐着150海里 那这样的话 再过个阿尔莱敦就到了 对于这架飞行来说 很近 现在是自动驾驶 打了奥特派来的自动驾驶 还是很方便 这就是阿拉斯加的飞行员的 这就是他们的飞行状况 正如时间 飞行时间 还有21分钟 太阳马上就要落下了 它毕竟也在太阳落下之前 把这些货物 披萨人 进到这个地方 还有21分钟才能飞到 坐到那个地方之后 它马上还要再起飞去下一个地方 然后在下一个地方 卸甲人之后再起飞去这个地方 它再去的那个地方 是具备夜行长见的 在中间这两个机场都不能再晚上飞 因为跑道没有东西 所以它就在赶时间 赶时间 跑道可见 可以了 可以了 已经落地了 天还没有黑透 天还没有黑透的意思就是 等会儿 最短时间内卸完了东西 我们还能马上走 这样 今天晚上就不会有风险 不知道什么找到你 我的 W 的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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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送你 OK,我會 給你 可以用 給你 往後的 回到他 好,來 这是我见过的醉酱 牛的送快递 Let's go OK 别拍了 赶紧干活 要不咱也走不了 我刚才摸这披子还热的呢 这就是快递的效率 不过真冷 你看现在他不那么着急了 就是货该卸的卸完了 这一卡车的货 谢谢